84. 東方日報 聖夏冷之味 2015年7月12日 富刊E03 鄧偉豐還未放暑假已暑氣騰騰 看來今年有望再破最高溫度紀錄 不少人整天躲在冷氣地方 營區不走混身滿熱感覺 這時候不妨吃點糧食冷盤 心頭滿氣或能有所舒解 世界各地有不同種類的涼菜 醬汁沙律 冷盤 凍湯 冷麵等各有特色 眾言大多是開胃前菜頭盤角色 但受到不同飲食文化影響變化出獨有滋味 風味配然 西班牙凍湯美元238起每位 番茄狂熱用款式之一 漿有機番茄 西勤和羊B鮮與醬汁如辣椒汁 蒸轉B橄欖油葉過夜 之後半雲攪碎 加入青瓜粒 蒜頭 檸檬等配料即成 入口酸甜清新 口感棉密複雀驚 是夏日驚喜凍西方冷盤天然清新一般 均而燃良菜在西方皆歸類為冷盤 前菜 開胃菜 而冷盤亦包含夏天上見的西班牙凍湯Gaspatro Gaspatro多以番茄為主要成份 番茄不但稱甜醒味 當中的茄紅素更作抗氧美顏 加上味道清新 特別適合夏日享用 每一口都相當Refresh Ritz Carlton The Lounge Bar早前在中午時 與Leco Farm合作推出番茄狂熱夢 用上17種番茄配合多種材料炮製一系列清新嚴厲菜式 餐廳大廚Chef Ray表示 西方糧菜多以保留食材的天然原味為主 如西班牙凍湯中的蔬果食材大多 北京烹調就攪拌成口感棉密爽口的凍湯 味道自然清新鮮甜 香氣敷育 中食糧菜濃淡有至中食糧菜大多以蔬菜 或京烹調後冷卻料的肉類為主 配以豐富多樣的香料及調味料半混而成 一般不予熱盤和吃以免影響口感食味 謹作前菜或作酒角色 由於並非大盤主食 更加講求精緻擺盤及賣上色澤 以及脆嫩的口感和清爽不離的味道 鉗館的主廚表示 中國的糧菜起源於天寒地洞的東北 因此雖然南方人常以糧菜為消暑去熱的菜窯 但其實糧菜本是沒有季節性的 一年四季均可享用 且相當受到大眾歡迎 他還指中食糧菜款式相當多元化 且無明顯規律 而當中單是以糧拌方法製作的以甚多樣 將糧拌麵、青瓜、茄子、海大絲、羊、鼻、皮等 豬耳等食材五花拔門 為各個地區均注入當地特色 演變出副地道風味的糧菜 如鉗館的糧拌植耳根 因貴州成產植耳根 將枝盤耳辣椒、香、啤、黑草等 成酸香辛爽的獨特小菜 更是當地人家常菜之一 大韓冰點新香體驗糧菜冷盤在越中西菜色中 多數扮演佛夜菜角色 但對韓國人而言 既是前菜也同時是常見的主食之一 當中有以韓式冷麵最具代表性 泡菜是當地國家各戶必有的糧菜 而韓式冷麵更是韓國人一年四季街會享用的主食之一 韓式冷麵主要分為以水冰混湯的水冷麵和混合辣醬的涼拌冷煙 119Korea Station將於7月中推出的新辣冰冷麵就熟涼拌冷煙 師傅爾辣醬、甜酸醬、麻油及米醋調配出自家風味的辣醬 於大碗底加入冰粒 讓冷麵吃起來冰感十足 還有新推出的大隊長藍莓芝士沙律 以韓國藍莓醬和藍莓醬調混成稀辛的藍莓汁 配上韓國藍莓和當地人之愛吃的cream cheese 為沙律注入獨特韓之味 查詢電話 香港麗斯卡爾頓酒店 The Launch Bar 2263-2270 B-Pure 3185-8338-C 蓋館2698-9191-D 雲揚2375-0800-D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大堂酒廊3983-0688-F 119Korea Station 3565-6911 澤民、鄧偉峰部分攝影、張群生、莫文鎮 欲閒長同歧並 sean 唔下 搭 Johnny 雲 玩 先 雲 雲 雲